很多男人都不是那种很有拼尽耳的人,就是喜欢老婆孩子热烫头的生活,要是让他像一个超人一样连轴转的话,一定会感到不适应和不习惯,虽然看起来有些不求上进,但是凭平凡男的生活也许,才是他最喜欢的。 在十二星座男生里面,哪些人是这样的呢? 第一名,射手座男生,干预平凡,射手座男生是一个甘心平凡的人,他不喜欢吃苦,没有理想,只想过着自己的生活,他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也是挺好的,老婆孩子热烫头,一辈子无病无灾,平平凡凡,安安乐乐,仅此而已。 第二名,双鱼座男生,随波逐流,双鱼座男生对于未来没有很明确的规划,是一个喜欢随波逐流的人,他很想努力,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,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容易惊慌失措,没有多少的大男子气干,也许只有老婆孩子热烫头的生活,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吧。 第三名,双子座男生,没有规划,双子座男生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很容易迷茫的人,他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,还非常的懒惰,更不想去奋斗。 尽管他很聪明,但是他的聪明气啊,都用在吃和玩乐上面去了,等到真正做正事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已经能前鱼技穷了。 所以,老婆孩子热烫头的生活,已经是他最大的奢望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